每周六的微风市集 是高雄法式餐厅主厨 捡天才的必防之地 不过和一般消费者不同的是 捡师傅喜欢找卖相不佳的丑蔬果 比如长得歪斜的小黄瓜 身高特别娇小的胡萝卜 个头不超过50元硬币的超迷你马铃薯 这些婆婆妈妈们不会选购的丑蔬果 都是捡师傅采买的重点 我喜欢去市场就是 我们会看一个就是世纪的变化 食材会变化 那因为什么季节会出什么东西 那就可以拿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时候他们会有新的品种或什么 也会有就是看新品种 那再来就是跟农友长期都认识 还是需要跟他们接触 那有时候我们要什么东西 要跟他们订 他们会帮我们留 这要用煎的 我用炒的要吃 煎的用煎的 那如果没有塞腐力 那你感觉 煎的对 对对对 你只要捏一张油 再煎 事实上简天才使用丑蔬果来做料理 已经行之有年 在他的餐厅中 就算是蔬果肉类 剔除掉的边角料 也都会留下来熬汤 或是做成员工餐 除了减少成本 更多的原因是希望减少浪费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小的东西 我们一个一个做的话 其实就会 就都食物不浪费 因为还是有食物的问题 我们也怕说食物会不够 或者是我们如果浪费的话 其实他的 就会用更多的食物 那当然食物就越来越贵 而且地球的人口数也越来越多 其实怎么去节约 我觉得 或食物不浪费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 未来课题 当大家变成只会重视农产品的外表 而忽略了农药 或土地友善的耕作方式 总会有一群人带着理想逆视操作 让我们懂得学习珍惜丑蔬果 不再浪费食材 能与土地之间的距离就能够拉近 也才能领受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 记得高雄众合报道